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彭亨灵明列为全球最异居的城市 让世人再度看见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百年老镇 那自此曾经以矿业发展起来的灵明呢 就搭上了转型的列车 大力推广当地的旅游业 吸引了不少本地游客前去游玩 而关南市议会更打算以灵明悠久的历史呢 向联合国深移的 那不过去过灵明的观众朋友也许也知道 灵明一般上他们主打生态旅游 然而具有历史性的景点却乏人问津 而灵明成为热门景点多年却没有太大的发展 让这个充满了旷工血泪史的旅游景点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定位 八点最热报老镇灵明系列专题完结篇呢 就让我们跟着记者王健还有宋万臣的脚步 理解灵明旅游业目前的状态还有挑战 并且看看灵明过去精彩的历史 能不能够搭上灵明这一趟转型列车的可能 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旅游景点 灵明的各个角落在周末总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前来游玩 民宿更是因此如雨后春春般伶俐 靠着旅游业 灵明人走出了西矿场倒闭的阴影 当地人的生活也因此有了改善 六年前的时候一下忘记了就是新加坡跟我们 这边马来西亚的明星来灵明拍那套戏 就是那套戏真的是台湾的灵明 以前就很惨了 自从这个矿工倒了全部搬的搬走走 后来发现这个采纹布过后就很多年轻的就会回来这边做旅游业 只是灵明靠着旅游业转型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 灵明范围内的景点趋直可数 而这里的设备也极度匮乏 这些问题为旅游业带来艰巨的挑战 而在当地耕耘多年的旅游业者认为 维持旅游业的永续性 让游客一来再来是当务之急的任务 一个旅游景点没有游站就是很 有游站就是有ATM的嘛 因为那些导游带人来没有可能他整个带搓起来 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景点出来 所以可能会比较少人到这个灵明 我觉得慢慢慢慢假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更多更好的民宿出来 这样人会表现更多了 现在我们彩虹瀑布就是森林保护区嘛 所以我们到那边我们肯定会跟那个游客讲的 不可以抽烟 你带这么多垃圾进去多少件 垃圾要多少件出来 那个是最重要的啦 如今灵明的旅游业在本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然而看山看水的人们往往忽略林民这个百年老城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民众图书馆是在1954年创办 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嘛 年轻人呢当然是有年轻人的向往喔 所以说林民的文艺其实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 别以为做矿工的都没有文化水平 当年的林民民众图书馆是矿工闲暇时间的精神寄托 无论是读书会 舞台表演 电影播放等等活动 生活多姿多彩得很呢 也许舞台早已人去镂空 但曾老先生完好的保存了这些文物 将林民的历史再度扮演于世人眼前 毕生致力记载林民历史的曾老先生 有意将图书馆转型为文物馆 借此介绍林民最动人的篇章 但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说 我们的负责人因为年纪都大了 对年轻一批的一种思想认识的方面 肯定是有代沟了 肯定的啦 那么传书方面因为经费的问题 我们也不能够说把它做得很影响 会让游客一来再来的旅游景点 是一个可以真正感受到温度的地方 如今林民靠着旅游业迈入转型 但壮丽的山水少了历史及故事作为衬托 林民这块拼图就无法完整拼凑起来 祝福这个动人的小地方 可以带着过去的精彩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